3D印表機 我們在3D印表機上面的運作方案 是採用CULAR CULAR來使 當我們有 STL檔 當我們自己有STL檔 那我們如何讓它產生 直接在3D印表機上應用 那我們可以使用CULAR這個程式來直接列印 那因為我現在沒有接3D印表機使用USB線 那一般也不鼓勵使用USB去直接連電腦 因為你的電腦必須 連在 長期開著 這樣非常耗能源 所以我們通常都是採用 產生Gcode的方式 存在 SD卡上面 然後再拿到3D印表機上去列印 好那我們啟動CULAR之後 開啟我們的STL檔 好這是一個 我簡單化的一個 齒輪的示範的 STL檔 CULAR這邊的設定呢 我們要看的是這裡 好 這每一層是多少 你自己可以設定 我每切一層 他會把這一個 模型檔 切一層一層的 那你的每一層要多少 MM 然後 這邊 是底層 Button是底層 最底下那一層 的厚度 多少MM 再填充率 多少 然後列印的速度 然後列印的溫度 那有PLA跟ABS 他們的溫度都不進箱頭 所以列印的是要特別注意 然後你的 所謂的支架要採用什麼方式 Touchbuilding 是所謂的 他會跟底層 接觸 那如果是Anywhere的話 他是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當支點 做不同的調整的時候 系統都會重新運算 這一個 這一個模型要印多久 像現在我們印了三 要三個小時來印 所以 真的不建議大家 把3D印表機接在電腦上面 好那 他在列印的時候 你電腦是也必須開著 那是蠻麻煩的 好這邊的話 這個是要不要打底 選擇打底的時候 這邊會出現一個 灰灰的暗色 他會在底下 幫你打一個底 讓你的底 平一點 這個有優缺點 如果加了一個底 你後面還要再輕 可是加了底有時候會比較穩固 所以這個選擇你自己來選擇 然後這是你的 3D列印的 那個素材的齒徑 1.75或者3am 這是你的噴嘴的孔徑 機器的孔徑 所以這邊設定好之後 那 這個 你就可以直接輸出成G-code 存起來他就會幫你存在 你的SD卡的G-code 那你如何看他的 不一樣的東西呢 像這是一層一層來 選擇這個選項的時候你可以一層一層 你的模型從最底開始印的時候 像這我們有做支架 這邊就是支架 一層一層上去 最後到完成的樣子 你可以看得出來 然後你也可以把 這邊可以旋轉 還有模型放大縮小 甚至你可以嘗試的 把 物件拆開 為什麼要做這個動作 因為常常有人畫了圖之後 那個物件亂飛 他基本上他是不連貫的 你可以利用這個功能檢查出 你有沒有物件是拉出來的 拉出來的基本上他是印不到 然後每次印的時候 3D印表情每次印的時候 很容易失敗 那花了三四個小時 然後印出一個失敗的作品 這是非常非常惱人的 所以有這些強大的功能 還有另外一個 骷髏還有一個另外一個好處就是 你的模型不管怎麼移 他都會 黏到底層 你在畫圖的時候你就不需要擔心說 我的 最底下這個 底有沒有貼到我們的板子 以前 看過一個軟體 他都非常強調說你的底層一定要貼到板子 如果不貼到板子後 後面會造成列印的問題 這個狀況在 Cura上是沒有的 Qra 這個狀況是沒有的 所以我們在使用他的時候 這樣可以非常 方便的產出 這樣子 一個 Gcode 拿到3D印表機上面去應用 這樣也可以節省列印上的 能源的消耗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 SD卡上面 我們就有這個Gcode 那是不是真的這個Gcode的呢 那我們也可以利用 Cura來 讀取 我們直接開 這上面的 提起Gcode 好這個是Gcode的一個 是不是Gcode的一個狀況 這個Cura是相當相當好用 另外一個Cura 非常好用的是 你有平面的檔 他也可以幫你 直接轉成 2D轉3D 我先開一個 好先把這個Gcode的關掉 再開一次Cura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有什麼圖片 假設我已經有這張圖 好看得到我有這張圖 我可以不可以把它轉成 2D轉3D的話 會變成什麼樣子的狀況 你直接把 圖檔圖進來 它就自動幫你轉一個 從2D的圖像轉成3D的圖像 這個還蠻好玩的 Cura可以 好好的去 如果對3D印表機有興趣的話 好好的把它去應用一下 現在 所以他們應該再用這個 接位的記憶 你的 wrapping 那基本 你 吃 你的 你的 口 和